来看,那今天的话呢,首先 大概把一个课程的一个重点稍微再复习 回顾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上个礼拜主要的重点 主要是在讲解有关那个 Essail里面如何下载那个Jason的这个相关的档案 那这个Jason的档案呢,其实相较之下 其实它的复杂度其实还算是还蛮高的 那当然呢,它主要是由大瓜糊跟中瓜糊所构成 而且它构成的这个结构 其实不是每一个Jason档案都长的一样 那跟CSV比起来的话 相较之下一定是比较复杂的 另外的话,它重复的资料其实还蛮多 所以相对的档案也会比较大 那如何把那个Jason的档案 汇入到Essail这件事情 能够解决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如果你已经有最新的Essail的版本 那当然Essail最新的版本里面就有那个 从Jason档案的功能 直接就可以拿这个功能解决我们 汇入资料的问题 那如果你要自动化,把那个就是VBA程式产生的话 那当然可以透过录制聚集的方式来完成 只是说录制的过程呢,可能还要特别注意 前面一直强调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按部就班 先彩排过 那做完之后呢,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触解 那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应该是在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第二个单元,那个 这个 这个 汇入Jason格式资料 这个部分呢,当然 有几个可能要特别注意的点 包含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用最新的版本 那其实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利用一个叫Power Query 的一个编辑器 帮我们去下载这个Jason的 这个档案 然后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从Jason 那如果你的 Essl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功能 那恭喜你,你应该是用最新的版本 但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你就要用别的方式 后面我们其实有带到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有关那个Jason的 档案部分 其实它会相当的复杂 所以我建议 你们还是可以利用像那个格式化工具 Jason Editor 那直接把这个 Jason的档案 把它全选 贴到那个格式化工具里面 那你会发现 它可以很快的 得到我们要的一个 这个资料的位置 所以我上个礼拜是主要是 就是以那个 PN2.5这个范例 做一个解说 那PN2.5这个范例 其实还蛮完整的 就是说它刚好 提供的档案格式 刚好三个都有 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 一个 一个范例呢 三种 格式都能够练习的话 那其实PN2.5这个 其实还蛮适合的 那你会发现它得到的就是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Jason格式 我发现 Jason的档案 PN2.5其实还蛮贴心 因为它都有帮你换行 那很多那个 这个资料 开放资料上面的Jason档案 它其实全部都混在一起 看起来 其实就有点像是我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画面 其实我印象中 它原来好像没有帮你做换行的动作 也就是全部都混 就类似像这样 等于是一行到底 所以你要抓那个资料 真的不好抓 那即便它帮你换行 你要找到你要的资料放置的位置 其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大刮弧 OK 外面大 底下一定一个 对应一个尾巴的大刮弧 那你可以看到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冒号前面一定是Key Key后面带的资料 就一定是资料 所以也就是说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fill fill的话就是指的是栏位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跟你讲说 我总共有几个栏位的讯息 包含就是说有什么 有ID county pn25 有没有 然后ID 等等的 还有什么 这个item you need OK 大概会有这几个栏位 所以基本上 Key的话呢就是 这个fill fill 这个就是它的key 那它的value 它的值其实就是这一串 头尾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这个key里面 其实就是放了有 总共有 一二三 五个资料 其实五个栏位的意思 所以跟你讲说 它这个资料呢 它的栏位有五栏 然后它的resource ID 所以这个资料将来也许可能会 如果没给你ID 那你就抓不到 不过开放资料 好像预设已经把ID也给放上去了 API ID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不过未来如果说假如你遇到那种 可能需要授权的 那它那个API的key 会额外的给你 如果你没有API key的话 你是打不开这个资料的 OK 那其他 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的资料是放在这个key 哪一个key呢 recourse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点这个recourse 后面的资料 那一样 它后面 冒号后面的话 一样是一个正列 中刮符 然后呢 第一个资料 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大刮符里面 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中刮符里面没有冒号 但是大刮符里面就会有冒号 那冒号的话前面是key 后面带的是value 所以这个结构的话 可能你还是要理解 理解的话以后 就比较知道 怎么去抓这个资料了 当然如果你假设 你已经有内建的功能 那其实你就用图形化工具 所以我们 后来是有用了一个图形化工具 那你把连结贴上给它 那你只要找到它的key 叫recourse 不过你可能还是要看懂 它这边的栏 前面的话就是它 这个json档案 总共有几个key 后面就是它的value 那你要抓的是哪一个key 哪个key 后面所带的value 那我要的是recourse 所以呢 我就点一下这个list 那点开来之后的话 你就是再把它转换成表格 那最后记得把它展开 它这个资料 它这个资料就会被你 给 这个变成一个表格 那自然你就可以关闭 载入到excel了 所以其实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是真的蛮方便的 也就是你程式一行都不用写 那就可以把json的档案直接汇入 否则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 那你就要想办法写vba 那写vba又没有很容易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带到 就是说 基本上的话呢 你可能要注意几个地方 所以上个礼拜是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用内建功能来做 所以这个步骤 我有把它截图下来 当然呢 最后这个画面 除了可以复制整个资料表之外 你按一下关闭载入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你如果用复制 你就要贴上 那如果关闭直接资料 就到a1了 ok这个地方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假如 因为我不确定说 这个大部分同学 是不是已经有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因为最新的版本 假如你没有买授权的话 我不确定说 你这个是不是要额外花钱 因为如果要买一个office365的授权 其实也不算太便宜的事 而且office365的授权 变成你可能 只能授权一年 时间到的话呢 那又要再授权 所以变成要一直花钱 我是觉得这个费用 其实也不是算太低 那如果你只是为了说 要这个json功能 但你目前如果用 用的到的还好 如果你暂时json格式 你暂时用不到 那你买这个授权 其实当然会变成 花这个钱好像没有 CP值不高 ok 所以呢 如果假如 你没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当然我有把所有的 相关的程式码都放在云端上面 那上个上个礼拜的步骤呢 也有录影在这个论坛里 所以如果假设你 想要回去要复习的话 其实可以 再把那个上个礼拜 讲的重点 再稍微做做一个复习 因为尤其是VBA程式部分 那我这边当然有提供程式 可是实际上 你即便给你原始码 但是还是会遇到一些 可能的一个变数 例如上个礼拜 我们这个 好像有同学 就是这个地方 好像即便录制 但是未来 如果说他的来源资料 有一点变动的话 那你这个录制聚集 恐怕要重录 尤其是哪个部分 尤其是那个 Formula这个后面 他有的时候会变更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 也许他的key的名称 或者是说 他的栏位数量等等的 那变成你这一段 当然你如果看得懂 你会修改是最好 如果你看不懂 那变成你这个地方 要重新再把它做修改 OK 那其中的话 我大概改的地方 你们可以自己回头看 基本上最重要的 这个可能要稍微 记一下 尤其是这一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 可能要 最好是可以把它留下来 因为这段程式码的话 这个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 如果你假设录制聚集 再执行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因为 它其实是利用一个叫 这个 queries的这一个物件 帮我们去做连线 那这queries物件 其实前面的那个编辑器 就power query 所以这个有点是 它前面叫power query 它后面的物件 其实就是queries 如果说你今天要抓资料的话 它会先产生一个所谓的查询 那如果查询重复的话 那就会造成错误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是额外写的 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稍微记下来 因为将来这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那我大概原理原则是 如果有重复的就把它删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连线 查询删除掉的话 那底下执行这个add 它的name 这个name呢 就会出现错误了 除非说你要改个name 不然的话 这个name会重复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你只要使用这个工具 它的右手边 会出现有一个查询跟连线 OK 那底下就是我们的 相关的这个formular formular就是它的公式 那这个公式呢 理论上 应该是跟power query power bi 是共用的 那这个东西呢 理论上应该就是dx 那当然它有一定的规则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再 找那个power query相关书籍 来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一段录下来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 我又把一些东西给杠掉了 像这一行 它这个是要新增工作表 我觉得不需要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增加了一个清除资料 我就在原来工作表里面新增 这个查询就是连线 然后把资料再抓回来 那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它的原理原则 不管是csv 不管是json 或者甚至是xml 或者未来的html 其实它的原理都一样 它会用power query先建立一个什么 所以其实它这个add 基本上呢 就是帮你在记忆体里面 新增一个虚拟的资料库 里面放一个资料表 那这个资料表的名称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叙述 就是这个 slate所有 就是这个名称 所以那个add的那个name 实际上就是它的资料表名称 那它在用那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叫this object的这一个物件 去把什么 把资料再抓回来的意思 所以感觉好像有点点啰嗦 不过这个就是它新的做法 以前的做法不是 以前是直接抓回来就好了 当然我们理解也是这样 直接把网路资料抓回来 但是它的做法是 先放在一个虚拟的这个资料表 然后再去把它查回来 这个是它规则 这个我们没办法改动 不过所以你会发现 程式码比较冗长 主要原因是它前面是见资料表 后面的话呢才是去做查询 那当然呢底下这个程式 我有把它精简 所以底下精简的部分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我主要是把哪些删掉 把这边一直到这个底下 一个叫this object的名称 这几行把它删掉 然后呢因为删掉这个this object的displacer 它的名称 所以我以后就不用名称叫它 那我用什么方式叫它呢 我用它 第几个 所以this object 理论上产生的第一个 那就是1 所以这个概念呢 跟那个像Java啦 C++那个不太一样 它这个this object 它的锁引值是 从1开始 因为原来是40 0不行 改1就OK了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上个礼拜的重点 所以这个用它提供的工具 录制聚集 然后去抓资料 这个方式当然就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重新再撰写程式 但是它缺点就是说 它的程式相对冗长 OK 而且它的执行效率可能也不会太好啦 因为你会发现光它做的动作 先键资料表 再把它查回来 当然我直觉刚开始的这个想到的是这样 就是效率比较不张 可是实际上 后来我试着再用一个计时器 写一个就是timer 然后呢去抓 那我跟那个后面的程式比较 我发现有意料之外的结果 那居然它这个的执行效率 反而比这个我们用VBA程式写 来的还要更快 当然不会快太多 可是让我蛮惊讶的就是 为什么它程式写的这么冗长 还会比较快 这件事情 倒有点不太能理解 会不会因为说 它先把资料先放在记忆体里面 再从记忆体去做一个存取 会比你下载之后放在这个硬碟 再去存取 因为如果以那个硬碟跟记忆体的速度相比较 相差的速度是绝对差100倍以上的 所以可能我觉得原因应该在这边 所以这个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也不妨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用内线的功能 跟用那个自己写的程式 到底有速度上有多少差别 OK 那另外的话呢 那上个礼拜就是抓觉神了 我们有用了两个 因为其实主要参考的那个装身趣味 这个部落格里面提到的 这个两个 总共有四个版本 不过前两个版本可能 这个弯起来 这个单第一个程式多 第二个其实执行效率也不好 所以后来我们用第三个跟第四个 那其中当然 至于用哪一个好 我是觉得自己可以按照实际上的状况 去决定 那其中当然我们后来是 有用了第四个方法 其实相对是 你说比较简单吗 有些状况下 其实程式还是比较简单一些些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这个是方法二 实际上就是 庄生提到的 那个所谓的第四种方式 那其中的话呢 他用了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其实各位 可能要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叫HTML file物件 那跟各位讲 这个物件不是只能解析Json 它其实也可以解析XML 也可以解析HTML 所以后面的课程 我们其实还会用到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物件呢 其实顾名思义 其实它就有点像模拟出一个HTML的一个档案形式 也就是你把它载进去之后 它里面有一些属性跟方法 可以帮你从这个资料 就是有点像网页嘛 里面去抓你要的资料 所以那里面大概我们后面 用的几个 除了这个物件之外 还有一个物件就是如何去抓网路资料 所以如果要抓网路资料的话 那可以用MSXL2 这个XML HTTP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里面带了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叫Open Open后面的话有一个 这个Messor 就是它的方法叫Get 就是去抓UIL参数 那所谓的UIL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 这个叫UIL 这个就网址嘛 就UIL 那也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浏览器 当你输入一个网址之后 它帮你把资料下载下来 那第三个参数是要不要非同步 不过理论上一般都是不要的 OK所以我们就是三个参数给它 然后Send的话呢 意思就是传给Server 它把资料呢 Response回来 所以呢 以前的理解啦 反正有一个Request 所以你们将来看那个相关的 网路的运作 前端后端的 其实就是一个概念 是把Request 我有个需求 告诉你 你把结果Response回来 OK 然后呢 底下的话 我们就是 分别增加栏位名称 然后再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HTML的File物件 OK 然后呢 再利用它的那个Pattern Window 这个Window的话 实际上呢 就可以传递讯息 给那个什么呢 给那个 就是网页 然后呢 它这地方有一个方法 Excue Script 那利用这个方法 有点像是 我可以传递相关的 这个Script 这个语法 其实后面 其实就是那个程式 然后呢 可以用JavaScript的方式去解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面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JavaScript OK 然后我们就是 把这一串呢 丢过去 然后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 会得到一个Response OK 然后 并且解析 这里面的资料 那当然最后 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啦 其中 当然后面就是它的Key 所以什么物件 带什么Key 那分别把它抓下来 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是 因为上个礼拜有讲到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 自行再操作一下 理论上这个程式 应该可以Run 不过未来如果将来你遇到 这个程式复制贴上 奇怪发现 怎么Run会有问题 那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呢 这个网址 背后 所给你的资料 也许它有变动了 就没办法 这个你不可能说限制Server端 它的资料永远不变动 如果变动的话 那你要懂得去修改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利用紫外线 这个其实也是 这个气象局的资料 所以其实蛮类似的 这个我就 就上礼拜有提到 所以这个就不赘述 其他还有像 这个什么呢 WiFi热点 还有人口密度等等的 所以相关的练习题 请各位就自行再去 把它稍微再做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固定都是用 固定的几个方法 所以也许你可以试着把它换成别的资料 然后也许如果你有内建那个 从Json的功能 那你就是把它试着乱乱看 乱完之后 你也许再录制聚集 试试看 如果假如没有 不然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用我刚刚讲的这个VBA的方式 来处理 OK 那今天的话 这个我已经把它搬到 所以后面这些我已经把它删掉了 已经把它放在第三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 这个底下的 一直到这个底下的XML 我是已经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我把它删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 应该会放在这第三个单元 所以我 因为之前的那个 资料实在太冗藏了 所以我把它切割 OK 那把它切割成三种格式 分别叙述 那上个礼拜当然 也有提到 其实这个XML 它其实 关键的地方 其实X是extend Marker language 实际上就是延伸什么 延伸HTML 网页的格式 所产生的一种 一种 一种资料格式 那这个资料格式 其实跟HTML 有一定的关联性 所以它 基本上你会发现 它里面有很多的 叫做Tag 标签 那这个标签的话 其实你只要找到之后 就可以把资料给抓下来 但是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 直接拿我这一段程式 嘛 直接就把它贴 可能就直接贴上了 贴上发现说 奇怪程式不能Run 那不能Run的原因 基本上呢 我在猜 应该是那个 我录制的时候 这个资料的那个栏位 格式 它资料形态 可能没有变动 但后来我录制完之后 它可能过不久 它又把程式给变动了 所以呢 好像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程式 把它Run了之后呢 发现什么 发现它没办法 它这个地方执行的话 好像有一个地方出错 我试试看好了 我后来好像也把它Run 我不太确定说 我也没有把它修改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好像就会卡住 所以呢 如果假设 你们遇到像这边 它这边有一个是什么 有一个1004 104常常都是 如果你自打错 也会显示1004 不过它底下有一个叙述 就Expression 这个叫Expression L 就是有点像叙述上的错误 无法相执求转换为Table 增错一下 那如果假设你未来看到 如果是程式里面的那个 点Refresh的地方出错的话 特别是 其实 不代表说就是这一行错 这个所谓的点Refresh 实际上就是 怎么样 你 变成上面的动作 先确定完之后 最后呢 再去跟 主机要资料 其实就是从Refresh 这一行 所以其实这一行错的话 有可能是前面的叙述 结束 哪个地方 就是从这个 Queries Add 这个后面开始 到Refresh 上一行 都有可能是错误的点 OK 不过看起来 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这上面这些应该都是固定的 所以很有可能应该是这个地方 Formula这地方出错 至于哪个地方错 如果假设你实在是无法变 我印象中应该是 它有一个栏位 它的形态变更 可能类似像 这一栏本来是用Test 文字 然后把它改成数字 比如PM2.5 它可以用文字来表示 看起来跟数字其实没了 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那文字不能计算 所以有可能 它把这个栏位的形态变更了 那你去抓就错误了 因为你要抓的应该是 一个文字 结果抓不到文字 它应该变数字的可能性 蛮高的啦 但是如果你假设不确定的话 那怎么办 那你就是重新再录制 也许就是说 你重新再把 刚刚的动作录制一遍 然后录完之后 其他地方都不改 大概就是改 这个第二的这个范围的质量 也就是把那个录完的 那个问贴上 可能这个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OK 这个是一般可能遇到的状况 那其他 应该是不太容易出错的 OK 所以也许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上个星期一些重点 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假设 我刚刚讲到的部分 你不胜熟悉的话 那请各位 再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的第三个 这个 我已经把它拆 拆成三个档案 所以第二跟第三 OK 上个礼拜第二跟第三 今天的话主要是 再来讲 那个第三个单元的部分 那第三个单元讲完之后 再来我们要更上一层了 就要再来讲有关HTML 所以 这个里面应该是下载HTML 所以这边我再加一个 叫HTML的资料 HTML 那你要下载HTML 其实相较之下 难度绝对又更高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的结构 又比之前的Json 还有XML 又多了很多东西出来 那当然呢 步骤一样 还是要先把它载下来 然后呢 你要去解析它 解析完之后呢 再放到Excel 至于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星期的一些重点 稍微回顾一下 另外的话呢 也许 看一下那个第三个单元的 这个 这是第二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里面的 这个在第三个单元 第四页这里 找一下在这个地方哪边出错 待会我们也重新录制一下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嗯 错误把它修正就OK了 试试看